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东鲁能也是这次亚运国族的最大的受害者 因为本次抽调的五人基本都是鲁能的一线球员 且姚军胜和刘洋还是鲁能主力的U23球员 是大多数场次的首发U23球员 且抽调这么多人 也必须和其他抽调两个人的球队一样 都必须有一名U23球员首发 而且赛程上看 但应该因为U23临时政策 受益的山东鲁能在U23正式名单出台前 连续对阵了同样持续一名U23上场的上海申花和北京国安 而名单出来后 由于从镇和巴顿的落选 这两支队伍又必须使用两名U23了 鲁能丝毫便宜没战 相比于其他争调两名球员以上的队伍 鲁能是实实在在的最大受害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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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